甜蜜温馨的新婚之夜 女人却遭到了丈夫一顿毒打 泪水和鼻血流淌在她的脸上 如此楚楚可怜的模样并没有让丈夫心软 因为刚刚同房之后女人没有落红 丈夫觉得自己娶了个破血 连夜把女人送回了娘家 女人看到母亲后直接扑进她的怀里痛哭 而丈夫骂骂咧咧地让人进屋 把之前送来的彩礼全抢了回去 洪信是十里八村有名的漂亮姑娘 再一次去集市的路上碰到了 她一摸 如今的丈夫张国强 她对洪信一见钟情想娶她回家 张国强是村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人 在外面打拼了几年后 成为了村里首位万元户 虽然她外面见过世面 却始终认为娶妻还是要娶个贤惠的黄花大闺女 因此特意回乡下物色妻子人选 她看中洪信后便去打听她家情况 得知洪信家十分贫困 还有两个哥哥没成家 于是提出了换亲 她八台大叫迎娶洪信 还可以把残疾姐姐秀琴可以嫁给大哥贫娃 而且不要她出彩礼 贫娃打了三十几年光棍 一听有这种好事立马就答应了 而洪信的父母知道张国强有钱 也都十分赞同这门婚事 没有人一个人问过洪信是否愿意 三天后两对新人一起举办婚礼 张国强送来了四大件作为彩礼 接走了换上新娘装扮的洪信 洪信的脸上没有一丝笑领 送亲的二哥狗娃却十分开心 因为他觉得大哥娶妻了 接下来也该轮到他了 虽然走的是泥巴路 也丝毫不影响他的好心情 而张国强为了显摆他全村首富的地位 请来了戏班子给全村人唱大喜 从未见过这么大场面的村民们都十分高兴 围坐一圈看得不易乐乎 最后张国强还拿着发言稿上台讲话 别搅的发音和有限的文采 让大家忍不住哄堂大笑 下一秒张国强拿出两个用钞票贴的喜字 大手一挥说要捐给村里该小学 众人没想到他如此阔绰 先前的嘲笑立马换成真心的感谢和掌声 张国强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还让人给村民们发喜堂 可谓是出了好些风头 回家后张国强迫不及待跟洪信行周公之礼 但完事之后他却狠狠打了洪信一顿 因为洁白的褥子上没有一点落红 他一边骂一边穿上裤子出去 把喜娘狠狠骂了一顿 连夜把洪信送回了娘家 此时的平娃正一脸兴奋地看着秀琴 秀琴也娇羞地低下了头 结果张国强突然带人冲进来 把正要行房室的姐姐抬回了家 这门亲事全是彻底凉凉了 临走之前平娃拉住张国强让他把秀琴留下 很多人都知道了洪信被退亲的事 而且还是因为没有落红的原因 因此父亲和两个哥哥对他十分不满 尤其是没了媳妇的平娃 一个劲地逼问洪信 夺走他清白之身的野男人到底是谁 可无论怎么问 洪信都只是哭泣一句话不说 没有得到答案的平娃更加脑骂 对着洪信就是一顿毒打 母亲他们拦都拦不住 结果洪信直接被推下了阁楼 即使这样洪信依旧没有说话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做对不起任何人的事 至于床单没有落红的事 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他在怀里大哭不止 然而平娃还没死心 他猜测妹妹的野男人 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李明光 两个哥哥听信谣言 以为妹妹被村里老师玷污了 他们拿起斧头和刀 扬言要去把那个老师宰了 但走到一半却拐进了早餐店 把刀在桌上立着 继续大放厥词放着狠话 说要去宰了李明光给他一个教训 老板娘一听愣了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人命关天他还是多长了个心眼 拿出了一瓶酒让他们哥俩先喝着 钱不给他们算 随后找个借口出去了 准备去给李明光报个信 路上碰到了侄女 让他跑快点去报信 侄女一听就赶紧放下东西去了 路过家门口的时候 被妈妈叫去挑水 他没有办法违抗妈妈的指令 于是让弟弟去 担心他说不清楚 还特意写了个纸条 让他把纸条拿给李老师 可到了李老师家后 弟弟叫他没听见 于是折了个纸飞机飞过去 李明光以为是他在调皮导弹 便没有理会他 任由飞机掉进了猪槽 弟弟以为完成了任务 报信的纸条彻底被淹没了 根本不知道他即将大获临头 因为李明光和村里姑娘永芳是一对 他们早就见过双方父母定下婚约 但那时候的人们还有些守旧 未出家的姑娘不能老往男友家里跑 因此每次永芳想去找李明光时 都会带上好姐妹红信一起 李明光是读书人 家里有各式各样的杂志和书籍 红信被书里的知识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对外面的世界十分向往 可却一直被困在这小村庄内无法逃离 有天一个学生带着作业来请教李明光 在老师看题的时候 学生看到了满床的杂志 便偷偷拿了一本走 他以为是小人书还贴在了门上 结果是一张模特的清凉照 被他家里人看见后连忙撕了下来 知道是李明光家的杂志后 都说他的生活作风不好 不知怎么的还传出了 李明光和永芳还有红信三人的谣言 说他们三人经常在一起做不可告人的事情 而且越传越离谱 当事人李明光浑然不知 他只是个教书先生 每天给孩子们上课 没什么社交圈 而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母亲也改嫁了 家里就他和奶奶相依为命 再加上他每天带学校 也没人跟他说这事 但平娃和狗娃都不一样 他们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闲言碎语 再加上本来因为红信不解的事 让他们没了媳妇又丢了面子 因此对红信的态度更加恶劣 也更加确信是李明光夺走了红信的清白 于是他们合谋起来要去找李明光报仇 而李明光因为没有收到老板娘的报信 吃完早饭他还像往常那样 走路去学校忙活 路过未婚妻永芳的家里 他进去想跟他打个招呼 可他家的气氛却十分奇怪 以往对他十分热情的岳父岳母 今天格外的冷淡甚至有点视而不见 而永芳更是莫名其妙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 不肯出去见他 因为他也听信了村里的谣言 以为李明光真的背着他 和红信有一腿 李明光不明所以 只觉得怎么今天大家都怪怪的 眼看着马上就要上课了 他只能先去学校 而此时的早餐店里已经围了好些顾客 他们听说李家兄弟要去载李明光 纷纷表示不幸 却不知道正因为他们的不幸 真的酿造了这场悲剧 兄弟俩听说妹妹被村里老师占了便宜 拿着刀扬言要去教训他 却被村民们调侃 说李家兄弟就是故意在这方狠话 让大家误以为他们真的要去载李明光 然后拿走他们的刀 这样一来他们胆小的兄弟俩 就可以顺着台阶下来 他们气也出了面子也有了 被戳穿的俩兄弟气冲冲地走了 正准备去找李明光 走到半截村长拦住了他们 知道他们在气头上真闹出什么事也不好 劝他们先回去 平娃和狗娃也只能打到恢复 本来以为这是到此为止了 可他们刚在早餐店里喝了一瓶酒 这会儿酒精上头越想越生气 觉得村民们就是看不起他们 这口气一定得出了才行 不能让大家觉得他们李家兄弟是闹肿 于是狗娃不顾母亲的阻拦 拿着刀冲了出去 而平娃也觉得自己不能输 抄起一旁的斧头也跟了出去 仍不知自己即将大获临头的李明光 还在去学校上路上大摇大摆地走着呢 村民们以为李明光真有胆 还夸奖了他几句 这让李明光更摸不着头脑了 尤其他越往村口走人越多 所有人都以为李明光知道李家兄弟要来砍他的事 所以没有一个人提这件事 都在一旁看热闹 有些好心的村民还催促他快跑 但已经来不及 李家兄弟已经带着家伙来了 这下没一个人出声 所有人都开始看热闹 李明光不知道情况还迎了过去 红杏哭着跑过来抱住哥哥的腿 让他们冷静一点千万别动手 还不停叫着李明光快跑 但哥哥甩开了红杏 一步一步向李明光靠近 他们恶狠狠的眼神和手里的武器 才终于让李明光察觉到危险 远处的红杏还在说着让他快跑 李明光转身想跑却摔了一跤 他害怕地不停往后退 可他们的刀已经朝他挥了下来 胳膊立马喷出了鲜血 李明光管不上伤口急忙逃离 李家兄弟紧追不放 把他逼进了箱子里 拿着斧头直接朝他脖子砍了下去 等围观群众赶到的时候 李明光已经浑身是血 奶奶得到消息后拼命跑来 他回头一看说了一句 大叔他们杀了我 随后便倒在了血泊里 一场戏剧性的杀戮落下帷幕 将人性的冷漠自私显露无遗 很快一名调查员来到村子里捉拿凶手 在全村村民的目击者 狗娃和平娃毫无悬念地被捉拿归案 面对调查员的询问 兄弟俩对犯下的罪行共认不为 只不过他们不认为自己做错 而是宣称这是一场正义的复仇 调查员对这些法盲不予理会 进去了迟早能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最终平娃的那一斧子是致死伤 被判处了死刑 而狗娃是故意伤人 被判处了终身监禁 他们在被押送出村的路上 村民依旧在道路两旁围观 继续看了这一出好戏 只是这场悲剧的发生 真的只有狗娃和平娃两个凶手吗 若不是村民散播谣言 若不是他们在狗娃和平娃面前拱火 若有人告诉李明光他要被追杀 若有人在李明光被砍的时候出来阻拦 那么这场悲剧不可能会发生 而红杏因为接受不了这个结局 纵身网和李悦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终于解脱了